政局动荡之际 社团注册局昨天宣布 巫统上个月初展颜最高理事会 区部和支部改选18个月的决定无效 这个决定随即引起了巫统宣传主任 沙利尔·寒丹的不满 抨击社团注册局 强迫巫统在疫情下办党选的做法 根本不合理也不切实际 沙利尔·寒丹昨天晚上在脸书发文 认为社团注册局的做法涉及政治因素 还举例土团党和公正党 在今年3月和6月展颜党选都没有问题 偏偏巫统申请展颜遇阻 实在说不过去 随着国内的病例昨天首次突破2万大关 他反问社团注册局 能不从要巫统2万个支部 在疫情高峰期仓促的举行党选吗 沙利尔·寒丹也表示 虽然有人建议以电子投票的方式举行党选 但他强调去年6月是政府自己表明 目前还在研究这一项制度 还说电子投票存在种种挑战 说易行难 因此如果真的要巫统 在短短几个星期 或者几个月内进行电子投票 简直不合逻辑 他表示巫统领袖已经向 巫统律师已经向他说明 巫统推迟党审的申请 都是按照程序进行 但相信是因为沟通失误和行政问题而受阻 无论如何 他们会继续推进有关程序 巫统最高理事会目前的任期 是已经见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